三个变化题 第一个是如何绘制框线 这个框线绘制上去 第二个清除框线 第三个是加框线之外再加这两条线 做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清楚这其实也都可以 一的话一样 我们先到哪里了 Visual Basics 二的话就是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 叫加框线 名称我是取的叫什么 叫实线红色 第一个就是Visual Basics 名称就是这个实线 一样我先从头做一遍 名称叫这个 叫Sub 然后加框线 上面按钮要叫什么 这个就对应到 然后要如何把它做框线加上去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只有一行程式 首先的话我们会用到一个物件叫Range Range意思是说范围 也说你要画框线的范围在哪里 我要画从A1一直到H7 这个范围告诉他 所以第一部你就写什么 请帮我在Range 那哪个范围呢 那哪个范围呢 A1到H7 OK 应该没问题 画框线 框线还记得吧 其实刚刚不是C吗 C不是画框 就Bolder Bolder加S Bolders 颜色不是点Color吗 然后把它变红色 等于什么呢 RGB 红色是吧 255 豆点0 豆点0 后瓜 这样的红色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你刚刚那个会写的话 这个应该就把它套用 只是说刚刚是在储存格 一个 现在的话是整个 整个范围 OK 这样就完成了 试一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后面的框线就被有画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清除框线怎么做 其实跟刚刚不是一样吗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叫清除框线 SYB名称叫 清除 清除框线还记得吗 清除框线 诶 到底差不多 有没有 这个把它改什么 改XL NUM 没有 XL 先打 NUM 没有 但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变成 变成这样 有点蓝蓝的 是应该是蓝的吧 你不会看成灰的吧 如果看成灰的 应该就有色 就变得跟原来颜色一样 无法分辨 那怎么办呢 记得要加什么 加Index Color Index 这样不就清除了吗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加框线 清除框线 不就是跟刚刚那个一样 只是说呢 把原来是针对Sales的 改成针对Range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地方Sales能用的Range也都能用 Range其实是相通的 差别是说一个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是一个范围 但Range除了是一个范围之外 它也可以当一个储存格用 所以Range其实还蛮宽的 这个物件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以后很多地方你要做一些操作的话 可以用Range 当然细节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很简单 直接在这边按F1 里面就一堆的说明 OK 最后的话 当然还没结束 我希望 旧同学说 老师我画完了 可是我们在工作里面 没那么简单 这个框线可能要做一些变化 就是这一条线要变双线 这一条线也要变双线 就那两条线而已 那该怎么做 其实 这个道理跟 那个刚刚的有点类似 有点 第一个怎么样 因为我要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的话 在刚好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间 所以其实你可以针对 这个范围 的下面那一条线 或者是 这个范围的上面那条线 其实都可以 两个叙述都可以 OK 那我们以 干脆这个范围好了 所以我要这一条线 变双线的话 那我可以 再写一个 这个按钮名称叫什么 加框线 名称叫红色框线 反正这个是一取要 我用这个来改 红色框线 红色框线 那一样 反正呢 就是要先画线 所以这边的话执行 反正就先什么 先画整个线 那再来的话呢 可能要做第二个动作 画上面这一条线 就是 这边到这边 下面这一条线 这边到这边 那刚刚只有讲说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乎 把他先打上去 那我习惯拿这个来改 A1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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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这什么框线呢 点Bolder Bolders 可是问题哦 如果还是点咖啡不也一样吗 所以我要换一个线条样式 还有一点 就是那条线我讲过 Botus其实不只是 就是单一条线 它其实是很多线条构成 你们可以从这边理解 在这边框线里面的其他框线 它这边有 整个外框线 内框线 还有中间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 左边右边一堆线 如果你只是要针对某一条线做设定的话 像这边我们可以选这个范围 像如果用以前的 先选范围 然后再用其他框线 如果说我只要改这一条双线的话 第一个我先选样式 第二个我再去点这条线一下 按个确定 这条线变双线 但是我们是用滑鼠去点选 不过都英文的 那参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是左边、右边、上面 底下的话是button 有没有这个 所以我是X的H 底下的就button 这条线 然后挂鼓一下 OK 好 这条线做什么呢 它的点 特别说我把它双线 那双线的话就不是颜色 那应该是哪一个 猜猜看 线条的样式 线条的样式应该是 Light style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线条的样式 OK Light style 那等于 等于后面的话 你要给它双线的那个参数 可是你觉得 我Light style的参数 我不会下 怎么办 这时候的话请你按F1 所以很多答案 我也不知道 我按F1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有相关的参数 放在这里 按下它 这边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连续线 预设的 这不用 那如果是虚线的话 用这一个 那如果你是双线的话 在哪里呢 双线 在这里 那就是放这一个 等于这个就可以了 或者等于这个也可以 可是这个有时候不好记 这个比较好记 等于XL 其实是Double 所以其实 如果你常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XL Double 好 看一下 不过我先把框线先清掉 恢复 这边再画一下 这一条线 变成双线 那底下这一条线怎么办 其实可以用什么 类似的 Range A1到A7 所以这边的话 就A1到A7 这把它改一下 A7 A7 然后呢 点Bolder Bolder 10 哪一条线呢 这边应该是右边那一条线 所以应该是什么 H 应该是右边的Range 有没有 Range 右边那一条线 然后做什么呢 其实就直接把上面这个复制 来下面这里就好 因为它一样是双线 然后再执行一下 这一条线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画线 你要画怎么复杂都没关系 你就是一行一行的叙述 然后照同样的方式 只要你能够想要画的 其实理论上应该都画得出来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列印之前 以前每次都要再做一次格式 然后再设定一次 然后每次都要再来一次 那不如你把它写成VVA的程式嘛 你要列印之前按一下 再把它直接列印出去 哇那省掉很多这个 那双线它为什么知道它是红色 那也能串 那也能串 一样啊 就是上面因为我们已经有先做这一件事了 先把它加了线 而且是Color等于红色 对 所以底下的话 对对对对 就一样嘛 其实这个顺序就跟你用滑鼠键盘做的顺序是一样 以前滑鼠键盘一直做一直做 跟程式一直写一直写 那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假设 你所有的工作的那个动作 其实都可以变VVA 也就是你所有的动作都可以把它变成程式 那意思是说你每天做的事情 几乎是可以把它变成程式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复杂度很低的 重复性很高的 那其实说真的 要是我是主事者的话 我会希望找那个会写程式的人 然后把你每天做的事情 把它写完 那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不过老板应该是希望你去写程式 不知道你拿什么位置给你做 所以以后的职场上面 我觉得应该这种工作 一直重复性的工作会越来越少 除非说那个是劳力性的 那个没办法取代的 那不然的话说真的 因为办公室人员 或者办公室人员 我第一个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因为我看到很多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同样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工作程式写出来 这个人就可以少起一个人 其实人事成本非常的贵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危机意识的话 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会的话 第一个你一定有存在的价值 第二个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未来 你在职场上面的问题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刚刚的框线绘制 试着做做看 那这个部分也是同学经常问到的问题 因为常常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EBA都弄好了 但是最后我要列印出去 或者是我要输出成PDF 我要画框线 可是问题我不会 那怎么办 因为他也找不到答案 我老跟他讲 其实非常简单 真的整个画框线一行就搞定了 主要是透过那个range物件 里面的borders 如果你要画哪一条线 就borders 刮呼一下 他上下左右 中间十字左右对角 通通都可以指定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画一个复杂的框线的话 你就一直叙述一直叙述下来 那那个框线就做好了啦 ok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说你要输出有一个固定的样板 那不如你就把它写成成程式 你就不需要每一次为了列印 就要再来做一次框线 那真的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试一下 一样哦 刚刚写完的程式 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所以如果 假如你对刚刚的程式 不是那么记得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上面框线部分的话 是放在《罗纪函数》里面的第九页 《罗纪函数》里面的第九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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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